台客 不好意思,這個片子可能會比較亂一點 因為不但是房子很亂 我們現在的心情也很亂 妹妹,你想不想進去? 妹妹 要進去嗎? 我們最近在搬家 那我覺得搬家的好處是 它是一個新開始 決定哪些東西才是重要的 才是需要的 那其他東西捐出去或者賣掉 這樣人生會更簡單 極簡主義強調去除生活多餘的東西 強的還可以讓一切所有物 擠在一個行李箱裡面 這種生活方式導致一個人的房間 長得像這樣 越少雜物 越少壓力 越少煩惱 多出空間 多出時間 更清楚生活的重點 心裡的雜音 跟著雜物一起減少 不過要求孩子還有媽媽 一起極簡主義是有困難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Miricondo 他是一個極簡主義的專家 他跟他的女兒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先生 搬去美國 那時候只有一個行李箱 那搬家公司拖了一個月 他日本的東西都沒有運過來 可是他發現 哇,我從一個行李箱還有幾個箱子 生活就夠了 而且更開心 你擔心就少很多 例如賈布斯 永遠不用擔心今天穿什麼 他的教法就是 我打開衣櫃 他的第一步就是 叫你挖出所有的衣服 給自己一個該有的主觀 Miricondo 叫我們把所有的東西 歸類在一起 比如說衣服 或者文具 或者廚具 然後一個一個 評估說 這個東西呢 有沒有帶給你 幸福感 有足夠的幸福感 就保留 這個我喜歡 給你幸福感嗎 有 其實我有看過 對啊 這個 OK 好,往這邊 有疑慮的就取捨 好難喔 有一點小 謝謝他 謝謝 不過還要感謝這件物品 陪伴你的這幾年 這個你有穿過啊 有耶 可是就是類似的 有兩三件 謝謝 那這個衣服座 當然還有廚具啊 書啊 廁所用品啊 棉被啊 有很多東西可以取捨的 讓生活更簡單 真的是很難耶 因為你知道 像這個衣服 我懷孕兩胎都有穿 對啊 然後我好喜歡喔 送給有需要的人 對啊 東西不能就是一直hold on 對啊 它有沒有帶給你幸福感 有沒有 有 那這個球球 有 這個呢有沒有幸福感 我喜歡的 可是壞掉了還要嗎 沒有壞掉了 有一個金色的 可是不見了 小隻的比較容易說服 還好大隻在上課 要不要回收 好 我不以為了 因為他們可能每個東西都覺得很有趣 沒辦法取捨 但是他們玩具是最多的 為什麼會那麼多 孩子六年累積的美術用品 以及文具很驚人 Maricondo還有一個我蠻喜歡的關係 就是先決定收納空間 所以我們就決定這個container 他們所有的美術用品還有文具 都只能放在這邊 那如果放不下 不好意思 就不能帶走 不過最後美術用品還是從這個容器滿出來 要大量取捨 搬家一定會有一些衝突 就是其實那個Captain America可以送人 可是我覺得這個 嗯 要我兒子 他到時候找不到 團隊 如果每個人的想法一樣 我們就可以成為極簡主義的家庭 不過對於很多人 送人或丟掉的可惜 大於極簡生活的好處 如果有機會在長久時間只依賴一兩個心裡的東西 就可以體會簡單生活的好處 我想極簡生活也會提醒我 少買東西少丟東西 盡量跟這個消費文化走逆向 減少地球的負擔 今天搬家公司要來搬我們比較大的家具 最奇妙的是公司就他一個人搬 我想幫他 但看他的臉色好像越棒越忙 洗衣機 烘乾機 甚至沙發都是他一個人搬的 一開始問他 你的幫手呢 看他一個人工作會覺得有一點拍水 只能說他是一個搬家人才 這時候我們的家 舊家越來越空了 我發現有回音 有 我發現我很多東西都買錯 像這個只用一次 如果更多時間的話 就可以PO在二手市場 讓人家看 我覺得還蠻適合你們家女人 找到一個新手吧 對這些東西部分有興趣 但是條件是全部要拿走 謝謝你喔 你這邊都OK嗎 我們可能不太需要推車怎麼辦 好推車不用 因為推車是我後來加的 真的是蠻難取捨的啦 真的要取捨 租房子的好處 慢慢練習 極簡主義 因為如果你買房子 你就在那邊可能十年以上 一直堆 一直在堆東西 一直不曉得說 我購物其實要控制一下 或者買一個東西之前要想很清楚 我們買東西都還在學習 連我那麼老了都還在學習 有時候買就買錯了 因為孩子喜歡創作 所以看到最多 要丟掉他們的東西 就是他們的手工品 對啊 但是還好現在有 可以錄影啊 可以拍照 就拍一拍就 拜拜啊 對 所以答案要好好整理 對 我想帶走他們在這個家裡 留下來的成長痕跡 最難放手的卻不是物品 而是這些童年的塗鴉 會不會根本就不想要他們長大 是誰說舊的要放掉 新的才會進來 這個還有這個 挖子是挖的 一百層樓的家 真的有一百個這個客人 真的好 兒子就是這樣 其實也蠻期待他們長大的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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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